小孩小孩一边 老话说 过了喇叭就是年 今天喇叭节 猜一下我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你做什么呢 做了喇叭粥 这喇叭节啊 我做喇叭节 老师傅 其实你这么过来 你要过喇叭节 哎呦 这种啥子 这种串 哥 你的爸爸这垃圾包呢 我这个包多 除了你这个包齐没的 你看你把二条弄成啥子样子嘛 流浪门加海浪 这海浪会打死你 不都这样加了吗 来 把你打碗应该 俗话说 喇叭一锅粥 来年辣分粥 喇叭不嫌算 一年都白干 喇叭 喇叭 明天的船船街 很多地方都有澳洲、河洲、分洲的系统 暖心又暖和 喇叭一锅 就意味着莲味一天比一天浓了 家家户户一开始自办联合了 你们家今天喝粥被联合了吗 好吃了我就开直播哈 想来我们家吃饭的赶快的来哦 小村拿完吃饭了 小村的位置 很香 这个里面 小村 小村 要不要再熄滚 想吃笼炸吗 小朋友可以看我去的这个角色 哇 黑牌子啦 不说巧啊 跟韬鸡这样的 干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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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容盆 孩子 老年人今天过去八十年吗 八十八十 还有这个猫肉啊好香啊 我今天吃素哈 你吃了肉哈 要多少 你懂 这个很害怕 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小和 这是我YouTube的唯一账号 请大家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分享我的视频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消息了 谢谢大家